欧洲杯半决赛 英格兰凭借助凯恩的点球以及沃特金斯的绝杀 最周二比一战胜荷兰 昂首挺进决赛 西班牙早已经迫不及待 7月15日西班牙 英格兰上演巅峰对决 这是英格兰连续两届欧洲杯打入决赛 常规赛时间英格兰还没有输过比赛 上一届欧洲杯点球大战 英格兰领先最后却遗憾输球 这一届优惠是如何呢 英格兰足协开出天价奖金 馋的索斯盖特跃跃欲语是不知所措 只能狗住T比赛 一路跌跌撞撞却一路狗到决赛 不是绝评就是绝杀 命赢的不科学 决赛也会是这般神奇吗 西班牙却是高举高达 硬实力开路 一路高歌猛进 不可抵挡 好取六连胜挺进决赛 并创造了欧洲杯记录 连杀比利时 法国西班牙宣布复兴正式开始 这一战如果拿下英格兰可谓统治欧洲 十年之内统治世界都不是问题 西班牙有自己骄傲的资本 漂亮的攻势足球 两翼齐飞的战术 水银泻地般的进攻 还有密不透风的防守 更有一只独秀的亚马尔 绽放光芒 英格兰有什么呢 有的只是续高的世界第一身价 还有最保守的足球 也有欧洲杯夺不惯的精力 更有冠军煞星凯云 不过这一届欧洲杯 英格兰拼的就是谁的命更硬 还有冠军要是福星福登亚 连续三场淘汰赛绝平 绝平 绝杀 命都硬到这种程度了 还能抱怨索斯盖特什么 况且他还有冠军要是福登 每当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换下他一切都能绝处逢生 化险为夷 英格兰真正的杀手锏 西班牙 英格兰两队历史交手27次 英格兰获得14胜 西班牙获得10胜 西班牙多次获得欧洲杯冠军